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世尊都这么说 看来我的孩子是个女儿了 你可要为朕生一个漂亮的女儿哦 有什么喜事吗 今天这么热闹 您是刚到社卫城的吧 今天可是我们社卫城的大日子 国王生了个女儿听说很漂亮呢 诸位爱卿 今天是我女儿的命名礼 恭喜国王陛下 公主殿下长得非常漂亮 嗯 公主殿下如此讨人喜欢 陛下可想好了名字 嗯 我的女儿如此漂亮 就叫做嘎西美女吧 哇 嗯 设位城的嘎西美女 长得那可真是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 说是世间第一美女 也不为过 而且她自幼学习各种文武 礼术 经史 师父等学问 并且研究佛法 很有善心 好了好了 她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别骗我了 来人 把她给我赶出去 是 陛下 确实有这样的人呢 我去年在社卫城见过她呢 敬为天人 当时她在给比丘们供养斋饭 给她几文钱 叫她走 陛下 陛下 确实 你个小气的国王 不改心 还想娶嘎西美女 呸 做梦 我得把这个消息 告诉其他二位国王 爸 爸 起来讲话 什么事 如此惊慌 三 三国国王带着大军 朝着我沈尾城拱来 无聊啊 呃 困死了 怎么了 过去看看 好 怎么喽 你小子别装死 快去吹警戒号 我回城内 去向国王陛下请示 什么 这 这 这是天药王我蛇未成吗 陛下 陛下 先静下心来 我们先听她说完 看是何原因 嗯 你说 三国国王是来迎娶嘎西美女的 除了战相和军队外 他们也带着珠宝 财物和眷属 可我 只有一个女儿呀 当务之急 是先找到公主 然后再做决定 快去 把嘎西美女找来 是 怎么还不来 还不来 快急死我了 哇 真美啊 真美啊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这 这就是嘎西美女啊 父王 您找我 嘎西啊 三国国王 带着军队和财宝同时来迎娶你 现在已经都杀到城外了 父王 您是知道的 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出家拜师尊为师 我是不可能嫁人的 哼 胡闹 你要是出家了 三国国王找我要人怎么办 父王 先不要动怒 我出城去 对三国国王说推兵一事 之后 女儿就要去寻找世尊出家 只要能让三国退兵 其他的都以你 果然是美女 她是属于我的 嘿嘿嘿 什么是你的 我的 你们这些穷鬼 哪个能和我比呀 怎么 不服吗 嗯 嗯 哼 不服怎么办 难不成 你还想和我们二国为敌 哼 想不想为敌 得先问问我手里的刀了 这位国王 请先把您手里的刀收回去 既然美女这么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国王 您掌握着强大的兵力 甚至有与其他二国一拼的实力 但那并不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对一个人来说 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而您这些是不能给我的 您的富有像多宝天子一样 但是这也不是我的追求 一个人死后 什么剩前的财富都带不走 哼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到底在追求什么生活 十六年前 世尊就预言我的出生 并且说 要受我为弟子 我将礼拜释迦牟尼谷 出家 学到 你能不能不出家 我会为了你改变一切的 不再打仗 不再 别费心思了 嘎嘻美女要拜世尊出家 这谁也改变不了 我可不信 她会出家 我要跟着她 看她是不是真的出家 如若不是 哼 你来啦 这是哪 我的手 加瑟夫 这女孩是我的前世吗 原来我的前世也出家了 今生未得佛果 只能来世再休息 我来啦 我和波舍波提长老 你来为她提议 是啊 是错 嘎嘻美女 跟我回去吧 我会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我会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我以为你提了 我还是走吧 师傅 请客服务 那这个就留给我吧 可以出去 这些烦恼服务 不再属于我 看来今生 我们是无缘了 不久 嘎嘻美女 就证得阿罗汉果位 我转过来 我转过来 我带你受欢迎 我转过来 是的 爱妃 感觉身体怎么样了 嗯 挺好的 你现在怀孕了 一定要注意身体 有什么要求 尽管和我说 我一定满足你 什么要求都可以吗 嗯 我想与人辩论 我感觉 我无论跟任何人进行辩论 都一定会获胜的 啊 这 拜见国王王妃 婆罗门向士 您来得正好 我的王妃怀孕后 产生想与人辩论的念头 如果我把世上所有辩论家都请来 跟王妃辩论 不知是否有意义 回国王话 这有必要 也有意义 若是辩论 王妃一定会获胜的 若不辩论 那么王妃很可能会残废 或生出六根不全的婴儿 哦 那好吧 国王 您答应我的请求了 我答应你 明天我就召集各方的辩论家 举行辩论大会 太好了 谢谢您 国王 我的王妃实在太厉害了 每一场的辩论中 她都获胜了 国王 国王 好消息 好消息啊 王妃她生了一个 相貌庄严的女孩 啊 真的 太好了 立刻在宫中 为她举行隆重的诞生仪式 是 不过国王殿下 您还没给她几名字呢 她是在我聚集众人 和王妃进行辩论后出生的 就叫她聚集女吧 好名字 国王 我现在就去准备 聚集女的诞生仪式 女的诞生仪式 我愿意 我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王 父王 您在看什么 时间过得真快啊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女儿 将来你希望自己 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呢 女儿不惜求世间的美貌与财富 只求变财能够胜过我的人 父王就可以将女儿举配给他 嗯 好 我立刻通告全国 举办辩论擂台赛 为你招选驸马 告示上写的什么呀 国王要举办辩论擂台赛 为聚集女招选驸马 辩论擂台赛 哼 我想我会赢的 这人是谁啊 这么自信 哎呀 我知道他是谁 他是印度南方一位很有名的 叫日务的辩论大师 王宫里有什么喜事吗 我听说日务大师在辩论那台赛中取胜了 他要去聚集女为妻 是什么事情让你如此烦恼呢 我是为我们的儿子 嘎达亚娜而烦恼 我们的儿子精同十八名等世间学问 而且变才无碍 怎么会让你烦恼呢 哎 正因为他年纪轻轻 变才已经很厉害 所以他自认为自己的变才 在整个南争上